气象局要大家别担心 这次大屯山火山的活动 并非岩浆喷发导致 随时监控地底活动的情况 目前一切稳定 不过说到地震的预测 真的有可能做到吗 根据了研究 规模5到7级以上的大地震发生之前 距离地球表面80公里以上的 一样物质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2016年的美容地震 日本311地震 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这究竟是什么呢 而最近这三次的地震 也有发生吗 地震无法预警吗 科学家发现在地震前 我们头顶上80公里 到2000公里的大气中 充满带电粒子的电离层 可能会出现地震前兆 2016年美农地震前一天 电离层的浓度就有不寻常的变化 白天的电离层 这个浓度明显的升高很多 把电离层的浓度数位化 颜色越红代表浓度越高 不仅是台湾有这样的状况 日本的雄本地震前 电离层也出现异常 4月16号7点3强震前一天 电离层的浓度比平均值还要低 在地震发生之前 地壳的变化 这就是压抑力的这些变化 会释出很多种气体 那也可能包括这个电子 那这些物质呢 就会干扰到大气的这个 电离层电子的浓度 在地震前让电离层 发生变化的物质是什么 还没有结论 但中央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 发现一个通则 在规模5.0以上的地震发生前 1到5天 电离层浓度会异常的升高 或许降低 10年来气象局 在全台广设观测站来监控 电离层要如何侦测呢 现在台湾有上百台 这样的GPS的天线 每30秒接受一次卫星的讯号 进而可以分析出 高空中的异常变化 天线所接收到的GPS讯号 会经过这条线传到 这台接收器上面 那我们利用接收器 收到的讯号 然后再用我们的电脑来分析 钻研电离层多年的陈嘉宏 与陈大地科系教授林建宏 一起在研究室的顶楼 装设GPS接收器 并比对气象局和日本资料 竟然发现太空海啸的存在 2011年3月11号 日本工程县外海 在130公里处发生9.0的地震 并引发海啸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高空中的电离层 也出现共振效应 这个船部比较远的是 地震波所造成的 电离层不仅与地震波 一起往外扩散 也与海啸的方向一模一样 如同太空中也出现海啸一般 但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 2019年8月 这次宜兰近海规模6.0的地震前 电离层却没有剧烈变化 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你可能受到影响有太阳 刚才提到太阳影响是最大的 太阳 黑子 散烟 日眠这些活动 都会影响电离层浓度的变化 都会影响到它浓度的变化 因此为求更了解电离层 中央大学研发出太空魔方 现在已经跟着MIT福威5号 登上太空 成为继法国之后 研究地震前照的第二颗卫星 国内学者也盼望 能因此解开更多 电离层与地震前照的神秘面刷